大家好,我是青石 今天跟几位钓友一块来到 我们北美著名的钓壁谷的一个钓场 底特律河 大家知道底特律是汽车城 那它的底特律河对岸就是加拿大温沙 那这个底特律河呢 为什么是著名钓场呢 因为它连接着它的河两端 一个是雷克圣克雷尔 一个是雷克艾瑞 是五大湖的之一 雷克艾瑞 那么每年的春天 壁谷呢会从雷克艾瑞游到底特律河来产卵 那么所以满河都是鱼 那么到了秋天 这个雷克艾瑞和雷克圣克雷尔的鱼呢 都会进入到这个河流里来捕食 贝菲 所以呢一年呢有两个大让 这么就是一个是春天一个是秋天 那春天呢是这个鱼更多 那美国和加拿大的钓游每天都有几百条船在底特律河里面来钓壁谷 那么今天呢因为是12月了 我们想看看这个12月是不是还有鱼在这个河里面 那钓了几个小时呢发现鱼非常非常少 那是说明在12月的时候呢 这个壁谷呢已经退回到两边的湖里去了 所以呢 基本上没有咬口 所以一无所获 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就12月份这个鱼基本上都不再合理了 合理就算一个探索吧 那今天还是虽说没有鱼获 但是在这个鱼的这个季节分布上还是有一所收获 好啊 谢谢大家 拜拜